制作纸花教程 首先找几张不用钱的废纸 然后再对折四次 对折到这样就可以了 再拿出我们的小剪刀 把对折的废纸沿着折痕剪开 剪成这样 然后从中间撕一半 把两边对折 用定书籍定起来 然后卷一下花瓣 花瓣就完成了 一书大概16片左右的样子 再准备一个棍棒子 把花瓣一片一片粘上去 在这里我一共做了六束花 拿胶纸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拿一个好看的颜色纸或包装纸 然后把花花简单包装一下 再沾一层胶纸 拿一个蝴蝶结作装饰 绑一个四接 把后面多余的部分剪掉 让哼哼蝴蝶结到反了 涂上我的金粉粉 成品成品 点关注不明度 看什么看 你不点赞我打你的小屁屁 颜值高的人都会点赞 你看着办吧 顶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